配合334学制的推行 浸大展开了校园总体发展规划 扩建以及优化校园环境 在香港浸会大学基金的支持下 大学除了增添了新的教学 康体设施 以及互动的学习空间以外 更加入艺术元素 在校园内设置了一幅马赛黑壁画 其实艺术也可以很感动人 所以除了文字之外 我也希望用艺术去感动人 我希望有一些美艺术品在大学里头 人家经过来看到的话 令到他自己的胸襟和思维都更广阔 我们选择浸大学的缘织 这绝对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 我们也相信浸大学生将来的品格 都会更加乐于服务社会 以及对于人生生命的意义追求 至于服务社会 亦是香港浸会大学基金重点支持的项目 例如绿色推广活动 及中医药服务 其中低收入长者医疗费用资助计划 资助贫病的长者接受中医诊治 香港是一个社会的富裕 環境是非常健康的 但每个地方有人在需要 所以我认为人在需要需要 必须能帮助如果能够 如果能够 大学生的教育 特别在伙伴 我非常感激烈 在人们的优优 在人们的优优 人的主持人 其實我們只是想要做的事情 社會的價值 在某種程度上 要在某種程度上 所得到的社會